近来很多上班族摩拳擦掌 打算跳槽立命好东家 为自己加薪 有将近四成五会在新工作有着落之前请辞 但也有19%会在找到新工作之前裸退 不过即使不知道如何跟公司开口 人力银行调查显示 超过七成会以职业规划作为离职原因 再来就是家庭因素 七成爸上班族表示 对于提出辞呈这件事情是感到有困难的 而且甚至当中我发现 如果在提出辞呈之后 有五成三的人觉得公司没有未留的话 其实是会有这个失落感的 不过整体来看 大概还是有四分之三的人 不会诚实跟公司讲真正的离职理由 调查也发现企业平均预估年后一个月 大约每13位员工当中 就有一位可能走人 但企业平均成功未留的几率却只有两成 面对员工离职 有些企业除了挽留也会给压力 因为有高达62.2%的劳工透露 想离职却遭到公司刁难 比如说以这个还没有找到的人 或未完成交接为借口来延后这个离职日 那整体来看呢 在企业部分则预估在年后一个月的这个 员工的这个离职率大概是7.5% 那其中整体来看我们预估像这种疫情中 在去的餐饮业或观光业的部分 可能这个离职率会是比较高的 调查显示若员工离职 要补齐离职后的非主管职缺 企业平均得至少花大约84天 才能找到合适人选 而为了留住人才 也有6成7的企业会采取加薪留人 非主管职也能够调薪4.1% 因应转职热潮 记者郭灿勇台北采访茂导 查看 beautifully